让女皇武则天嫉妒的女人能垂犯百世 她是谁 历史的名流千古流芳百世的出名的人非常多 但是能让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嫉妒的人 这个人就是李世民 那皇后长孙皇后可以说说垂犯百世 千古第一贤后长孙皇后说 由太子妃成为母一天下 那皇后其中唐太宗李世民 想让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担任宰相职位 这个位置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长孙皇后不愿意自家兄弟 再不朝廷这其中汉代旅后就是前车之剑 这也是比免数大招风找人妒忌 不过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千古明君任人不必亲疏 唯一才是用大唐盛世最娇艳的牡丹 都知道是长孙皇后长孙皇后他不是唐朝皇后中最漂亮的多时候能力也不是最为拔尖 但是为什么却是当时乃至后世的皇后凯模呢 唐太宗李世民能成为千古明君任人为贤 大治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罪 为辉煌的圣史之一唐朝圣史真冠之志也是历史中国最在全球最辉煌的时 后让后世很多人敬仰和膜拜 天行建君子以自强不息帝是昆君子以后得在物昆在万物得和无疆 吕忠君顺贵不可言这是历史评价长孙皇后的 可以说他为大唐江山社稷做出来不肯磨灭的贡献其中长孙皇后被公认的帝 依贤良公俭节俭简谱不参与朝政这点许多皇后做不到任人为亲 比比皆是第二十大局暗保忠臣 用机敏制劝唐太宗皇帝高高在上 很多东西很多错误的时期没有人敢说 必须有忠诚时刻提现第三清廉无私奉公守法 不被亲情废公事 不被亲情废公事